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澳洲时间的12月5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习近平疯了,他要发动核战争 郭文贵说,中国人的灾难真的来了 在美国时间的12月3日 郭先生有个一个小时的直播 直播内容如下 一,郭先生从深山回来之后 他呢,真的感觉到中国人的灾难来了 灭共的步伐也越来越近 二,在这三年里 郭先生一直告诉美国 黑暗已经来临 美国人不相信病毒 不相信全世界能被杀掉150万人 一年前告诉他们香港会如何 他们不相信 现在香港已发展到 时刻都在死人 被强奸,被轮奸 郭先生说,上海是改变这样的经济 但国内的人相信 国内的经济一片大好 郭先生说,国内要缺粮了 而国内的人不相信 说银行要倒闭 国内的人也不相信 很多国内企业家的结局 将来都不如王剑 包括许家印 四,共产党挑战美国的疯狂 将给国内的老百姓 带来巨大的灾难 中共现在是偷美国的总统职位 偷国家 偷世界 而且是光天化日之下 明目张胆的偷 为什么要偷这些呢? 因为独裁政权的假恶和无神论 害怕美国可以自由选择信仰 可以自卫 可以保卫自己财产的权利 五,爆料革命对中国人的旗帜是很小的 爆料革命三年来 最大的贡献是把中国人和中共分开来 但很多中国人不买这个账 甚至还没醒过来 连自保的意愿都没有 很多中国人认为投了美国总统宝座 把美国灭了 他们就能分上金砖银砖 处女和几十亩地 六,海外华人会背共产党的黑锅 而海外华人的生存环境也会非常困难 很多人是意识不到的 只有两个结局 要么全人类灭亡 要么美国和西方世界 比当年的八国联军还要厉害 要一起灭掉共产党 七,一个星期前还认为 拜登会赢的中共高层 现在都唉声叹气了 开始狂妄是因为 他们不了解朱利安尼 不了解美国精神 不了解川普 八,2021年的6月份 中国国内会缺粮 油就别想了 中国经济撑不过2021年的6月份 美国不打中国 会缺你 会饿死你 在6月份前 若美国对中共实施斩首行动 中国会乱隔一两年 广东 新疆 西藏 东北 台湾 香港会纷纷独立 兵乏四起 只几亿人会抢吃的 这情景都是不敢想象的 九,共产党的最高层 这两三天起 已经在安顿自己家人的后事了 私生子女能躲就躲 财富能藏就藏 国内的基金 在一两周内会大量的逃出 第十,做好病毒会恶化 疫苗或者是出现新灾难的准备 由于郭先生在直播的时候呢 大量的说的都是比较情绪化的一员 因为她的心情呢 非常沉重 后来呢 在12月30晚 路德呢 就解读了郭先生说的 中国人的灾难 真正开始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呢 路德私下里 一定与郭先生 有聊过这个话题 所以路德说的 中美会采取哪些步骤的情报 肯定也是来自郭先生 路德说 上周期 北约俄罗斯的军方 已评估中共的病毒战 疫苗战 他们评估 中共的疫苗 比病毒还要恐怖 他们已做出决定 铲灭中共 郭先生呢 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唤醒党内的人 斩首习近平 有人站出来 做戈尔巴乔服 这是中国人的大幸 但到现在 还没出现戈尔巴乔服 习近平等人的算盘 是鱼死网破 只要你们要实施斩首 所有的核武器 都要对着美国去 他认为 只要有一枚打到美国本土 你美国人就死定了 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威胁 恐吓美国 就是我死 你们也别想活 美国怕中共利用在美国的各种情报 资金渗透网络搞破坏 但目前又分不清哪个是中共的 哪个是华人自己的 所以美国会无差别的冻结华人海外资产 新中国联邦会建立起美加英的保护区 保护真正的反共华人 二 美国会启用星球大战计划 就是当全部核弹头投往美国的时候 把这些核弹头摧毁 还有就是提前知道中共隐蔽的核设施 把所有的核设施提前炸毁 但中共的核弹不只是他说的两三百个 多的数不胜数 他的核弹不只部署在深山老林里 还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他就是打的这个算盘 他认为你美国不敢滥杀无辜 很多人认为中共不会这么恶毒 怎么能把核弹部署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呢 那是你对中共的历史太不了解了 什么是游击战 什么是人民战争 就是中共的军人躲在老百姓里 让你没法下手 再看看国共内战 共产党把老百姓压在最前方 让国民党的士兵没法开枪 再看看长春围城 共产党就是靠这种狠毒和无底线取得政权的 因为12日3日的直播过于沉重 郭先生呢 在12月4日又做了一个直播 在直播当中 郭先生讲到 一 昨天国内政治界经济界的战友都说 必须要保护GTVGnews的正常运行 如果能有电视台就更好了 共产党想百分之百屏蔽 这些个新闻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国内体制内的很多战友 还有军队里的军人 不是以前你想说啥就是啥 啥都不知道 路德访谈 很多人在看 最重要的感觉就是 政府官员对民兵和国防动员 从下往上不让说真话 而老百姓呢 变聪明了 坚决不去当兵 很多人认为川普不仅能当总统 还要排干沼泽 二 百分之七十走向灾难 百分之三十斩首成功 以共灭共 而美国人说有百分之五的成功的可能 三 听说在最近的两会的时候 美国人要把人民大会堂直接产平 还有八一大楼 三千七百多的军事基地 包括生化部队 一次性产平 用炸弹之母 中共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 美国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暗黑势力不想这么干 三 因为他们想让中国乱 人吃人 人吃素 乱个几年 再培养一个重新控制中国的新政府 他们不想让中国定点 包括后和平过渡 四 所以呢 不要依赖西方 他们打中国是为了他们自己 是为了资本 还是要依靠国内的战友 以共灭构 然后像胡春华 汪洋 李克强 郭升坤等 组成一个过渡政府 与西方合作 这主要看国内有多少人开治 五 日本 韩国 琉球 塞班岛 越南 印度 俄罗斯等中国周边国家 是国内战友逃出来的第一战 然后再想办法到北美 拉美和欧洲 法治基金要在日本 美国 澳新 欧洲 可能还有韩国等建立基地 六 任何人要挡住西方跟中国算账 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联邦和西方政府合作 就两个如何以最快的方式 把病毒的凶手找到 让西方人减少压力 不要让黑暗势力 再涉足培养一个共产党政权 七 只要西方说 这个病毒是中共自己弄出来的 这些国家就一定会站在一起 把中共灭掉 所有的军事机构 是基于情报来判断 这几天即使世界上 还在看美国大选 但他们也在说 病毒是生化武器 中共是最大的威胁 中共想避免被灭是不可能的 只是以什么方式和什么时间去解决 中国人这些年的自私 破络 嚣张 狂妄 无知 败心主义 灭神运动 纵容共产党的疯狂 让共产党给全世界把脉开药方 就埋下了今天灾难的果 把香港很大的几率会成为垃圾堆 共产党打不了联军 肯定要打香港 如果美国定点爆破 香港还有价值台湾会比较凶险 共产党一定会来台湾垫背 九 股市经济会全部崩盘 扎克伯格为什么冒死的代价 干预这次美国大选 因为他要美国新政府批准虚拟货币 推特不惜代价 疯狂作死 就是要中共的搜索引擎和中国市场 对推特全面放开 让推特成为虚拟货币的承销商 那个时候推特的股价会疯涨几十倍 那时候5G 量子技术 虚拟货币 网络都在他们手里控制 你想不当奴才 不可能 比尔盖茨要的是对整个全中国 全世界下一步量子技术的代码权 还要吃掉甲骨文 然后垄断所有的商业媒体 最后全面控制生物科技 第十 灭共的第三道大门已经开启了 唯一的担心就是国内通胞 奥巴马被抓是假消息 看完郭先生在12月3日和12月4日的两个直播 以及路德的解读 再加上12月4日 美国情报总监拉特克利福 在接受CBS News采访时说的 中共国对美国的渗透是俄国的6倍 伊朗的12倍 中国通过勒索行贿的方式 影响美国国会议员 只通过对中共有利的法律情报表明 习主席在内的中共高层早就知道病毒的事 他们向全世界撒了谎 就知道中美之间的终极对决真的要来了 习近平原本以为靠操控美国大选 让拜登上台好延续中共的寿命 没想到美国正义的力量 川普的坚韧不放弃 使得这一计谋不会得逞 估计在彻底绝望后 中共加上Deep State 还会在美国实时暴乱 但在川普掌控国防部特种部队 以及关键时刻实时反叛乱法的情况下 他们的暴乱也会很快被灭掉 川普基本肃清美国的沼泽后 就会对中共动手 习近平会先让美国炸中国的核设施 军民融合设施吗 不可能 以习的性格 他肯定会先下手为强 说不准在拜登彻底凉凉 Deep State也被废了武功之后 他就会先发动核战争 难道他等着让美国人斩首他吗 现在就是以快打快的时候 看谁先主动攻击了 以国内那帮上层人的德行 习近平的残忍和狡猾 戈尔巴乔湖出现的可能性 我认为不大 有钱人能跑出去 那十几亿中下层的老百姓呢 可往哪里跑 我们的家人朋友都是不能出来的 只能祈祷老天保佑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